欢迎收看 Yes 潮友行 出国旅游的热潮持续燃烧 大家还记得关西三部曲的一部曲 我们带大家去了大阪吗 你知道这个禁铁电车周游圈 实在是太方便了 这一集我们又会移动到哪里 等一下赶快来揭晓 首先先欢迎今天的来宾 来自日本的高智 嗨 大家好 以及旅游达人艾瑞克 嗨 大家好 依然是两位熟面孔 因为说到日本 没有人比他们更熟了 而且我刚才讲了 这个禁铁电车周游圈 它实在太棒了 它是可以瞬间移动的 就是任你游对不对 那请问高智 这一次依然担任了 我们的外景主持人 是去到哪里了呢 这就是奈良跟京都 奈良 京都 两大台湾 也是最爱的地方了 去那边玩了些什么 一起来看看 打特级列车 凹凹凹凹凹凸 真的是太舒服了 就一下子就到了这边 近鉄奈良駅 我这边想要分享给大家 为什么打近鉄来旅游的理由 这次其实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从大阪南北駅 不用转车 就是35分钟做直打 然后第二个 从这边近鉄奈良駅 到大家热爱的那种观光地点 非常的近 我已经来不及了 大家走吧 Let's go 有了这张近鉄电车是有件 大家想去的观光地点都可以去哦 因为是它还可以打了那辆交通巴士 里面有一个这个巴士卷 有了这张呢 就是你们可以去打那辆的巴士 然后下车的时候啊 给司机看就免费了 很棒耶 而且是这个是世界内的话 就是无限制打针哦 像有家庭小朋友 或是长辈的人 或者是像我一样啊 就是懒得走路的人啊 这种人来说真的是很方便嘛 是不是 哇 这么棒的流星星期 只能外国人使用 真的很羡慕你们耶 大家这边有很多的小路哦 超级可爱 我有听过一个日本的神话故事 当时 Fujawashi的首富船 骑着白鹿来到那辆 所以是大家相信 鹿就是神的使者 到现在 在那辆是得到的 爱护跟忠识这样子 如果大家也是跟他们 就一直要近距离的互动的话 你们也去买 下池变地下池变地下好 等一下 不要咬我 好了好了 被咬了 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随便拿其他食物喂小鹿 不然可能会被罚钱 也不要拿先被逗弄他们太久 喂完也要摊开双手 表示没有食物了 才不会让小鹿们生惊 太厉害了 然后他们是跑到这边之后 工作人员给他们维持就是果实这样子 很可爱耶 不要哟 来来来 好了 等一下 来来来 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就是力气这么大 而且他们感觉很饿耶 全部过来野生的路 这可是只有在那一辆才能看到的 深大场面 如果想跟小路们来一场亲密互动 又真好又上 宿舍寄的时间 推荐大家 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哦 那两公园真的好大 散步就能走到的土台鸡 也是非常经典的新城主义 现在我要去参观 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 大风店 我现在来到的是 长白路上一定会经过的南大门 是不是很高啊 它是大概25公尺高 是日本最大的山门哦 那我们长白吧 Let's go 经过南大门的时候 记得看看 尊守在大门左右的金刚历史 以及 罗工的天花板 也非常壮观 走进大佛店内 立刻感受到一股专严的氛围 亲眼看到高达15公尺的主大佛像 那内心还是觉得好震撼啦 这边最有趣的是大佛后面 有一个巨大的木造柱子 然后这个柱子下方呢 有一个洞 这个洞叫大佛的鼻孔 然后如果你可以顺利地转过去的话呢 你可以获得保有无病无灾哦 那我挑战看看吧 Let's go 有一个导致面 真的很小 没办法 我觉得 越来越来越强 不行 卡的冷 可以 可以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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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今年我是五比五載啦 要打 謝謝 內蘭公園還有銀杖板的今天喔 這裡是宇吉米堂 來到這邊就可以看到湖景喔 有著百年歷史的湖景島 距離東東是大約十分鐘的路程 悠閒地漫步在湖邊 讓人覺得很放鬆呢 大家知道湖景島另外一個名字就叫花芝士嗎 因為裡面有這麼多的花 而且不同的季節可以想像 就是不同的花海這樣子 我最推薦的是夏天跟秋天 因為那個時間有波濕 真的是很漂亮喔 夏天跟一般的石鹽有一點不一樣喔 一般的石鹽的話 水盤上放花 這個就叫花天水 但是這邊的花呢 大家看一下 透明玻璃從內放這個花 這樣的話任何的就是可以形象這個花耶 不覺得很有feel嗎 因為玻璃花手碎的美景在埃及上爆風 湖景島也成為那一輛的熱門景點 而且距離那一輛公園不遠 從今天那輛車站打巴士 大約四分鐘就可以到了 如果來旅遊遇到花季也可以一起安排喔 這個也太棒了吧 哇 這個鰻魚的肉怎麼那麼黏黏 我真的是停不下去耶 真的很好吃 我真的是一顆雪梅桃耶 裡面有鮮奶油耶 超級厲害耶 做起來還蠻不錯耶 做起來還蠻不錯耶 我是不是很適合做這個喝果子啊 好像回到日本的感覺 這一次就是日本耶 我很喜歡走這種的日本的老爺 因為是可以感受到復古懷舟的風景嘛 現在那一輛是還留下了江湖時代 還有明治時代的建物喔 所以大家也可以過來這邊走一走 感受一下關西連說說的哪一輛時間吧 像這種的小箱子裡也是 其實有很多的白年以上的老房子 然後這些老房子呢 現在是做一些餐廳啊 或者是咖啡廳 或是雜貨店 所以在這種的古色古香的街道上 大家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樂趣喔 那我們繼續走吧 這家是日本國產漫遊專賣店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家的那個老房子 這家是已經是150年的歷史 所以是大家可以感受到歷史風格的氣氛喔 我今天點的是 Yamato Ushi Sukiyaki Zen Premium 首先看看這個 這個也太棒了吧 感覺很好吃喔 趕快想吃吃看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特別的 Yamato Ushi的牛肉 然後大家知道嗎 其實漫遊是考驗師傅的功夫 如果師傅的功夫不好的話 就漫遊會閃掉這樣子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哇 剛剛我就 就是這樣子 三開之後已經有一個漫遊的 很有香氣耶 いただきます 哇 這個漫遊的肉怎麼那麼嫩嫩 師傅的功夫真的很好 因為是真的沒有就是山料 就是有肉的一種口感 然後這個醬料呢 也是不只是上面那個淋上去而已 不是 而且是有入味 就是越咬越醬料的香氣 哇 這個怎麼那麼好吃喔 特別的是這個飯呢 這個飯也是有醬料的香氣 所以是 真的是很下飯 我真的是聽不下去耶 真的很好吃 那我接下來要吃這個Sukiyaki 好 現在這個蛋 然後直接吃 哇 這個也太棒了吧 大家是不是會餓 いただきます 哇 哇 這個肉已經是很新鮮的 就是有一個肉的那個原味的甜味 很綿密 所以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嫩 這個蛋也是有一種 但是原本的香氣有一種甜甜的味道 真的是很好吃 江湖川套餐種類非常豐富 滿有山豬也是超人氣的選擇 來到了奈良 我一定想要分享給大家我愛的店 對於日本的早貨空來說 一個應該是這邊是一個田檔吧 你看 這麼多超可愛的小物耶 我覺得這些是很舒服送禮 我每次來到就花很多錢耶 如果你們想要留下那一輪獨遊的旅遊紀念 一定要來中川雅七商店喔 你們一定買得到你們想要的旅遊喔 大家知道在南南最有名的這個草莓大夫嗎 這個呢你看這個外面是QQ的麻糬 然後裡面這麼大的草莓 然後旁邊有一個小小的鹿的冰乾 怎麼那麼可愛喔 跟我一樣呢 開玩笑です 那我們來吃看看吧 這個是怎麼吃得太大耶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草莓是比較酸酸一點的 然後這個麻糬也太QQ了吧 好幸福喔 真的好熱喔 其實那一項是冰的仙地 如果你不吃冰就後悔喔 然後這家也是有名的一個炒冰店 我們進去就休息一下吧 好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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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是一塊薄筆的水米島 然後上面的這些是禮子的果醬 然後下面的冰塊也是牛奶的冰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上面是水果 然後下面是牛奶的冰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她的西瓜 然後就是牛奶的冰 但是這些特色是大家看一下 碗是他們水果變成就是一個碗耶 真的是太浮誇 这个梨子的果酱是有一点酸酸甜一点的 这个呢 但是呢 这个水米岛好棒哦 超级有点甜 然后再加上这个牛奶的这个刷冰呢 他们的因为是那个牛奶嘛 所以就是一种口感有一点顺一点 这个真的很适合夏天吃 我有发现这个 看一下里面有鲜奶油耶 超级厉害呢 哇 真的很大 而且这个水米岛太新鲜了 这家呢 这家呢 是已经百年的绿色喝骨子专卖店 而且听说这家是可以体验做喝骨子 所以我们也来体验看看吧 那么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这个绿色 绿色 看师傅做好像很容易的样子 实际上做起来 很考验力道和拿捏的技巧 真的很不简单 大家有机会来到这里的话 不妨也体验看看 制作糕点的乐趣吧 我来吃吃看我自己做的 我做的是这个是夏日葵 然后这个是前柳花 那我来先吃吃看前柳花哦 这起来就有一个红豆呢 感觉很好吃 来 いただきます 很刚刚好的甜度 不太会太甜 所以是蛮不错 我就是跟这个夏日葵 做起来还蛮不错 是不是很适合做这个喝果子 来 いただきます 它们是红豆好像是不一样 这个是有一颗一颗的 然后因为是这种的和果子 平常是跟摩扎一直搭配吃的 所以是它们是不会太甜 是很刚刚好的甜度这样子 那我来喝看摩扎 哇 很绿色的摩扎 哈哈 尝炎 开吃 很美味 好像回到日本的感觉 哦 这里就是日本的 啊 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 锅饼 开吃 很冰 很适合夏天吃的这个 這個就是我覺得很日式的喝果汁的味道 那一輛的美麗可不是一天就能體驗完 那王盛凱在哪裡就是呢? 今天就來推薦我市場的森林系豬樹給大家 一起來去山上煮一碗吧 來到這裡好像一種回家的感覺 因為非常的溫馨也可以放鬆 山里的地理位置是就很棒 它在落草山上 所以是可以看到整個那兩平原的景色 到了晚上就可以感受到感覺不一樣的夜景 真的超漂亮喔 replay trying toize熱衣 網內還有大眾泡湯厚喔 裡面特別加了觀明石、藥石 不僅可以放鬆省心、消去疲勞 也可以讓皮膚變得光滑無 hoc 就這裡是太享受了吧 有露天溫宣的河洋式的豪華房間 也太舒服了吧 房間裡有陶器露天雨池 以及散歩室內雨池 聽著戶外的蟲民聲 感受大便利 大自然的懷抱 好好享受專屬於自己的 me time 時光吧 這裡一定是喜歡日本酒的人 一個天堂吧 一直可以喝到十八酒類的就是日本酒 哇 哇 超級好 既然就是甜點裡面也有清酒的原始 很厲害 我從今沒吃過加清酒的冰淇淋 就是淡淡的那種酒的香氣這樣子 大家泡完湯之後是不是肚子餓了 但是別擔心喔 這邊還難吃美味的壞食料理 這些料理呢都是廚師挑選當機的食材來做 然後每個季節都不同的料理內容喔 那我來吃吃看吧 我應該先來吃吃看這個 綠色的東西 這個聽說是用艾草的饅頭 然後裡面有鰻魚呢 第一次聽到這種的料理耶 外面有一點 就是 這個是 醬料嗎 有一點黏黏的醬料呢 那我來吃吃看 艾草啊 是不是有一種草的味道 但是完全沒有 就是一個香氣而已 而且是裡面的鰻魚 其實是沒有很多 但是這個鰻魚的味道很強 很好吃耶 跟這個饅頭很大 我覺得 太好吃 然後我還有一個好奇的東西 因為花式料理嘛 那一定要吃油的東西 然後上面這個是有北極杯 然後下面這個是有油 然後一個果凍 那就是いただきます 比我想像的口感完全不一樣 他們是很QQ 然後上面的醬料呢 有一點酸酸甜甜的 好像我覺得可能是這個是 台灣人也應該喜歡的口味 那這個重點來了 我一直看到 看一下 這邊 肉 這個一定很好吃嘛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這種習慣 然後我在日本有一些牛排店 會有わさび跟牛排一起吃 いただきます 哇 謝謝 太好吃了 真的 我覺得那個わさび的那個辣味 其實是還好 就是一種香氣的感覺 然後 咬了一口 肉的肉汁就 嘴巴裡面爆掉 我這個感覺真的太精采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色在冰粉的華式料理 每一道都具有季節特色 在這裡感受到了 令人難忘的美味宽帶 我的口袋名單肯定不知怎樣 如果想原來城市喧囂 想玩大自然 那就趕快手掌吧 我剛剛一進來就吸到了 滿滿的粉朵筋 大家知道這邊有一個師傑的儀獎 Katsukayama gencidin 大家也可以享受就是 森林魚 好舒服 然後我還要推薦的是 因為這家的料理是很厲害 這家的料理是從今被密切林肯定過 一聽就知道不打了嘛 那就進去吧 哇 房間也很大耶 我很喜歡這種日本和式的空間 這個畳的味道也是很香 而且大家看一下 這個窗戶也是太大了吧 真的很大 從這邊可以看到 Katsukayama gencidin 就在這邊 就有一種隱居山林的感覺 我最開心的是這邊的漁殖 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漁殖使用的木材是很高級的 像關係這邊的高級的飯店 都會用到這個木材 這邊泡澡之後 一定是讓你回復滿滿的活力 在情有的環境中 平常正宗的懷式料理 絕對會讓你非常滿足 但是月日廳 一定只限定接待數值客人 記得一定要提前預訂喔 只要有一張近鉄電車修遊間 就可以在不同城市傳說 體驗完耐亮的文化氣息 接著來一旦 充滿孤獨風情的 京都小旅行吧 來到京都福建 有一種福祉的感覺 然後來到這裡 我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 即刻布內 大家這邊呢 櫻花時間是 整個都是滿滿的櫻花 當然櫻花時間是很漂亮 但是呢 夏天也是很漂亮喔 夏天的話 兩邊都是綠色的 滿滿的樹 那個也是很有味道 而且不只是可以享受風景 還可以被吹吹風 那個也是很舒服 好久不見 即刻布內 來回航行時間 大約五十分鐘 床上還有專業的導覽 沿路會介紹周邊景點 以及相關歷史背景 乘著凡古木床 看著兩岸的垂流與建築 讓人心情大好 一起體驗日式的水箱風景吧 即刻布內的雜販店 為米斯科門飼料館 介紹當年 豊臣秀吉在福建市市的 防紅工程 可以入內參觀 記得在時間內 回到船上就好囉 大家知道福建市晴酒的故鄉嗎 因為這邊有一個油漬的浮流水汁園 所以是這邊做出來的晴酒特別的香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晴酒的製造過程的話 一定要來 月桂館的大蔵記念館 米納瓦虫尼為我導覽了 月桂館穿業紙巾的各種挑戰 與傳新的歷程 以及燃酒的過程和工具 哇 超棒的 接下來就去看看 自作月桂館秦酒的浮流水汁園吧 這是酒用來製造的 天然的地下水 是嗎 是嗎 這個地方可以嗎 這個地方可以嗎 你看看 透過了 綺麗的色 這個地方可以吃 這個地方可以吃 好 好 超級的 這個地方可以吃 好 所以 月桂館全面積著 因為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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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定要逛逛 帮手离餐店啦 都来到这里了 如果不带一瓶请酒回家 就太可惜了 我来到的这个复古空间室 原本是月桂餐的旧的办公室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边 是不是很漂亮 因为是这个呢 这个建筑是河洋风格的 就是大型时代的建筑 很有历史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看这些 都是这边的特产 或者是这边的清酒 大概一百种类以上 真的是很好买 竟然就是甜点的里面 也有清酒的原始 很厉害呢 就是这些 那我来吃吃看吧 今天我点的是这个清酒冰淇淋 然后清酒汽水 然后这个是飞兰雪 跟清酒的馒头呢 那我来先吃吃看 这个清酒的冰淇淋 然后这个里面也有这个清酒 我从今没吃过 加清酒的冰淇淋呢 再加清酒 salon 这 Bonne 这个清酒 它是个 39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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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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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e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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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好像一个卡古臣的那种感觉 我能够坐得不客气 可以吃吃 这么像这个漫頭吧 清酒的饭頭也是沒吃過 いただきます 滿意外的是 每個都是酒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可能平常不會喝酒的人 也是應該可以解瘦的那種程度 吃起來之後 就是淡淡的那種酒的香氣這樣子 這裡一定是喜歡日本酒的人 一個天堂吧 這個裝飾也是太吸睛了吧 很難讓人不注意到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到底多厲害吧 走 這家酒酒有點像美食街 除了日本酒專賣店之外 還有很多風格的餐廳 如果你找到位子 你可以點其他店的料理 然後他們送到我的位子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今天來到這裡的目的 這個就叫18克蘭的利益酒 如果大家也是跟我一樣 就是很難做選擇的話 應該點這個就好了 這樣就一次可以喝到 18酒類的就是日本酒嘛 然後快速認識福建的日本酒這樣子 我覺得CP值超級高 然後剛剛店員跟我說 前面的這些是跟千菜一起要喝 然後中間的這些是跟紫菜一起要喝 然後最後這些是跟甜點要一起喝這樣子 18克蘭的利益酒店 有18件不斷酒店提供的情酒 每一種都有獨特的香氣與口感 細細品嘗才會發現其中的差異喔 這次來到奈良於京都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充分感受到孤獨的魅力 和小爐的熱情呢 但是我的關係主流還沒結束喔 下一站要住哪裡呢 敬請期待吧 小爹 覺得好可怕 對 不只是四五支 就是十支以上的 對 這樣撞你 這樣撞你 倍速地衝過來 對 真的好可怕 就這樣子而已嗎 真的 對 我一開始真的是有一點怕 如果真的是中間卡去的話怎麼辦 或者是跳不過去的話 怎麼辦 一直想這種事情 但是我一進去就真的是 就 就過了 就像我一樣 奈良也是一個旅遊熱點了 像你剛才在奈良公園 跟小鹿們玩耍的 對 對 你是喜歡動物的吧 我喜歡的 你都很好玩吧 其實那個 你們也應該有做過那個衛食 有 有 其實那個時候 他們是過來的 大概是四五支 四到五支左右 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這次去那邊 是有一個三加一個活動 就叫 這個是就是那個很多路 超級無敵的 很多的那個野生的小路 就跑過來這邊 然後他們要吃東西 然後我 那學生覺得好可怕 不是 不只是四五支 就是十支以上的人 對啊 他們都這樣撞你 這樣撞你 對 倍速的衝過來 對 他們 而且就是要那個 要咬的那個感覺 好像那個加鴨子的人 你聽過那個 好像他真心想咬你 他不是咬先輩 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他們是用一個號角聲 是 聽到那個號角聲 他們會跑過來 然後因為是 因為我覺得 這個滿神奇的東西 因為野生的小鹿 怎麼會聽到那個聲音 會跑過來 所以我問那個工作人員 他是說其實這個 那個 シカヨーセ這個東西 是已經百年以上的一個 傳統下來的活動 對 其實他們一開始那個 訓練過那個小鹿他們 然後他們自己傳到現在 就聽到那個聲音就跑過 對 我覺得那個也是很有趣 那這個 シカヨーセ是一直都有的嗎 對 所以大家去都可以 是 對 大家也可以去那邊 然後不是每天有 但是就是會有 所以是大家也是有的時候 可以去那邊可以看一下 剛剛看這個真的很可愛 然後也提供給大家一個 シカヨーセ新的 如果有人還不知道的話 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但是除此之外 我覺得艾瑞克一定有更多 有關於這邊 奈良的可以跟我們分享吧 其實上一集節目 有跟大家分享到 奈良真的不是只有小鹿而已 其實可以玩的層面很多 那如果你是喜歡深度一點 或喜歡大自然風景的話 上次有跟大家推薦到 電車走友券嘛 就是如果你是利用這個二日券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邊 拉到這個奈良的南部 就是有這個 吉野飛鳥這些地方 對 那吉野這個地方 我真的很大力的推薦 大家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去 特別是在春天或是秋天 因為春天的時候呢 這邊是 滿山滿谷的櫻花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 非常的漂亮 這是明信片 你看看 因為它有可以坐纜車 那你在纜車上面 就可以看到這樣一望無際 你看 但其實它是很有層次的 有粉紅色 有綠意 所以會更襯托 那個粉紅色的那種浪漫的感覺 有點不像在世界上的感覺 對 就是有一種仙境對不對 有一種神仙住的地方的感覺 那除了櫻花以外呢 因為當然因為像現在是夏天 可能櫻花好 它還有半年耶 但是大家如果很想要去吉野這邊 也沒問題喔 因為秋天的時候 也是非常重要的紅葉民所 沒錯 那其實我相信很多人 在秋天的時候想要看紅葉 想要看楓葉 一定會殺去京都對不對 對 這時候你就不要人幾元 我們直接來到吉野這邊 然後你又可以省下這個交通的時間 然後又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楓葉 所以我覺得吉野這個地方 大推真的很值得去 也是很值得必訪的一個景點 沒錯 那除了剛才講到這些地方 大家有沒有在影片當中看到一個 稍微有一點灰諧的畫面 就是高智去鑽了 東大寺大佛的鼻孔對不對 對 感激人敢挑戰 因為我們說大佛的鼻孔 稍微介紹一下啦 它畢竟是有一個寓意在的 會祝福你無病無災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去挑戰 但是男生來說 因為那個洞真的有一點小 真的是可能就這樣子而已 真的 對 這樣好像是超櫃 大概用櫃子這樣 對… 真的是如果掛著 真的是差不多這樣 但你這次挑戰 據說也是困難重重 對啊 其實一開始我看到 就覺得一定沒辦法 然後就是剛剛一直卡住這個肩膀 因為我肩膀比較寬嘛 是 一直卡住 然後我就快放棄的時候 旁邊的一個 應該是那個那邊的人吧 他們是跟我說 你是可以就是差一點 是可以轉過去 然後他說 看看… 所以我就要去那邊 真的是可以 我一開始真的是有一點怕 如果真的是中間卡住的話 怎麼辦 或者是轉不過去的話 怎麼辦 一直想這種事情 但是我一進去就真的是 就…就過了 對… 就是要測一點的路 對… 提供給觀眾朋友們 一個很棒的測試 因為那時候… 我這麼大隻 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那時候… 你有試著把你的肩膀… 有… 師傅沒有給你加持 因為那時候也是要排隊 然後他就會一直鼓勵你 趕快… 可是就是怎麼擠都擠不過去 然後我想說後來 就覺得太丟臉了 還好 你就沒有轉過去了 我鑽不過去 我真的走不去 你就覺得說算了 無病是塞跟夢無人是不是 就出過來怎麼辦 我就很害怕 你知道嗎 據說幕後花絮是這樣子的 他爬出來對不對 周遭的 我們根本沒有Cue這些人 就是遊客 大家幫忙 他就拍手 其實有… 因為就是如果特別… 比較大隻的 或是真的比較特別的時候 真的旁邊人都會 哇…好厲害這樣子 對… 而且就是一種祈福的儀式嘛 代表你真的無病無痛 沒錯… 今年要努力好不好 好啦 我下次也要努力 我下次也要努力 大所都給你這樣的寓意了 一定要把握他 那Eric這邊 你有沒有一些在寺廟裡面 特殊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日本的神社 真的是太多變化了 有各式各樣有趣的神社 那你剛剛講到那個磚洞 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去關西 和歌山 對… 也有去一個就是也有類似的一個神社 它叫做彈倒神社 它其實呢 就是… 其實祈求良緣也是好人緣這樣 但是因為日本啊 很多娃娃嘛 比如說有一些異季啊 或是女兒節的娃娃 或招財貓啊 狸貓啊 各式各樣的娃娃 他們相信這樣的娃娃 是有生命的 是… 是有靈魂的 對…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要搬家了 或是覺得這娃娃破舊了 你不想要它 你不可以隨便把它丟掉 或是把它拿去回收 你必須要好好的對待它的 最後人生的一里路 所以你要把它 恭請到這個神社放在那邊 有道理耶 所以這個神社 就可以看到這樣子整個 真的可能超過上千隻 被遺棄的娃娃 有點像日本版的 Toy Story的感覺 有一點類似那樣子的 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是有生命的 你不可以這樣隨便就說不要就不要 所以你要尊重它 然後把它請到這邊去居住 對 所以這邊也有 你看這邊也有一個這樣子的 你看那個洞有多小 是你送來娃娃以後 你要經過這個才可以嗎 沒有這是另外一個神社 也是剛好有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 我覺得也是很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然後它其實這個神社 還有一個傳說 就是傳說這個神社 有一個不開放的地方 也放了一隻娃娃 那那隻娃娃日本 這個傳說應該都聽過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那個娃娃 它的頭髮會一直不斷地長長 對 你有聽說過玩笑的時候 大家都會這樣講 當然其實日本人都知道 對 但是這個神社我覺得就是滿有趣 就是可以學習 就是認識他們一些特殊的文化 是 對 剛才看到影片裡面 是 高健還去的一個地方 是我很想要去 是什麼 清酒的故事 你知道現在當媽媽以後 是是是 媽媽Juice 真的超羨慕的 我覺得如果想要來一個 京都一日小旅行 像剛才說的這個福建 就是非常適合的地方 沒錯 那艾瑞克可不可以再幫大家安排一下 對 你知道福建那邊的水質 是非常有名 所以清酒有名 所以像我之前還會 就是日本人就跟我說 就可以拿水瓶去裝水 對 那個水真的喝起來很清甜 真的很棒 那你都已經推出了福建一日 有這麼厲害的景點 我一定要拿出一個厲害的 跟你PK一下 這整個東西 來啊 來啊 那個德式那個 德式性超重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是宇治 對 你是福建 我就是推出宇治 其實宇治這個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你不管是買那個什麼抹茶的產品 對 它就會寫說宇治抹茶食用 對 那這個地方其實呢 除了它有這個表餐道 宇治的表餐道 它一整條街上 各式各樣的抹茶的產品 對 有抹茶的牛仔 抹茶的拉麵 抹茶牛仔 對…各式各樣抹茶的東西 你想得到的真的都有 對 抹茶的冰淇淋 什麼都有 而且他們都老舖 對 隨便一家都是百年以上 真的 然後都很好吃 隨便吃都好吃 那其中有一家店呢 甚至我每一次去宇治 我都會去 我也會推薦給我所有朋友 就是中春藤吉 對 它在宇治這邊是非常有名的 必吃的店家 建議大家是一到 就先去抽號碼牌 對 然後你就可以掃QR Code看 對…時間到再回去 那我這次去 再等半個小時就有位子 那這邊你也可以吃到 抹茶各式各樣的東西 比如說抹茶的蕎麥麵 抹茶的卡拉麵 你看它是一半抹茶 一半沸茶 漂亮耶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招牌的甜點 上面就是他們那個 中春藤吉的一個logo 然後裡面有各式各樣 有蛋糕啊 它有這種白玉 麻糬 紅豆 然後還有那種奶酪 所以它層次非常非常豐富 那當然去宇治呢 我們不是只有吃而已 我們是深度的旅遊達人 是 我們吃飽了 一定要去逛一逛深度的 我們一定要去一些 有深度有文化的景點 來到宇治 如果一個地方沒有去 你真的是白去了 就是你一定要去平等院 平等院它是 就是鳳凰堂 對 我看過很多在Instagram上面 大家就會這樣子拍 對 你一定要拿著十元硬幣 然後到這個平等院去拍照 打卡 那另外呢 我要拿出我的錢了 我隨身都有攜帶日幣 對 請到日幣 因為它整個隨時都可以 隨時都可以 隨時都要去日本玩啊 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 一萬塊的日幣對不對 你看到後面有一隻這個鳳凰 這個鳳凰呢 也是來自於平等院的這個鳳凰堂 上面那兩個鳳凰 對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平等院 在日本有多重要 地位很強高 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到了這個宇治 除了吃抹茶以外呢 就可以到平等院去走走這樣子 是 對 我覺得這個結尾有點不道德 因為只給我們看了照片 還有影片 是不是心癢癢的很想去 心超癢 真的安耐不住 大家也都是這樣的心情 但是關係三部曲還沒有結束 最後的一部曲 到底會帶我們去哪裡呢 下一集大家就知道了 Yes 曹友欣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